他會講說 欸 秦老闆 我都每次借我都有還耶 那個意思好像我上次不應該還你 你聽了你不是氣死了嗎 我們每一個人除了會跟人家借錢之外 有時候也會擔心我手頭其實沒這麼快運 但是人家會來跟我借錢啊 特別是那種親友來借 真的是有時候不知道該怎麼拒絕 你看我們在這個主持節目的 在健保節目的時候 就發現很多人帶了一些寶物 結果都是怎麼樣 都是朋友跟他借錢 壓在他那裡的 那有些根本就連東西也沒壓 所以大概 我認為 我覺得大概有80%以上的借錢 是打槍的 然後你搭上的是你的感情 不管是你的感情 你的時間 你的金錢 都必須要管理 怎麼管理 管理就是說把東西順好 順好就是說 你今天一個月 比如說賺3萬塊錢 你大概一定會有一個盈餘1000塊錢吧 對 這一千塊錢叫做什麼 叫做儲備金 那一年就一萬二囉 兩年就兩萬四囉 那你也不可能天天有人找你借錢嘛 如果當然你發生這個事情 如果你的預備金有這些的話 那你就大二方就說 哲青 你要的那個100萬我是沒有 我這邊有一萬二 願意就拿去 重點是你自己有幾分重量 你也得顛一下嘛 對不對 對 因為滿口大硬 然後就把房子賣了 把車賣了 然後借個朋友 我覺得那個就是 不能把自己搭進去 管理不善 對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有多少錢 是 所以管理的意思就是說 哪一些錢是幹嘛幹嘛 比如說你領到薪水對不對 有一部分要繳什麼 房租有一部分要繳保險 你這個都要分好嘛 對 可是你自己如果糊裡糊塗的 然後你的錢永遠不夠用 對 那你就變成一個窮光蛋 對 因為其實管理 最主要是要降低 我們生活的風險 是 對 因為其實我們借出去的錢 通常都是 如果說是好 上華跟我來借 那其實我借給他錢 也是在我能夠承擔範圍的 情況之下嘛 我跟你講 借錢 還有很多的這個後遺症 後遺症 他會講說 欸 秦老闆我都 每次借我都有還耶 那個意思好像 我上次不應該還你 你聽了你不是氣死了嗎 只是我以前對你好 可是不是應該的 我不是理所當然 要做這個事 我上次還你了 你這次為什麼不借我對不對 好像變成什麼應該的 然後這個就變成怎麼樣 變成負面 所以借錢借到最後 不是錢沒有了 優衣 你的感情受傷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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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